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 宇宙是如此的广阔 它存在的时间又是惊人的古老 这样的宇宙怎么可能只有人类一种文明呢 在1950年一次非正式的科学研讨会上 鬼才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突然发出了惊天疑问 费米举了一个例子 就拿我们所处的银河系来说 银河系大概拥有2500亿颗恒星 如果存在着外星文明 即便它们在宇宙中航行的速度 和人类现有的速度一样的慢 也就是宇宙中的乌龟速度 也仅仅只需要100万年的时间 这个文明就会遍布银河系中所有的恒星 银河系的年龄大概为136亿岁 100万年只是银河系寿命的13600分之一 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文明 能够在第二个恒星系建立起稳定的殖民地 这个文明又比地球文明提早了100万年 那么现在它们就应该占领了全部的银河系 现在问题来了 外星人在哪呢 人类还没有接收过一个可以证明 是外星文明的电磁信号 说没有外星文明吧 宇宙这么大 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有外星文明吗 又没有发现一丁半点的痕迹 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 人们称之为费米悖论 费米悖论提出了8年后 一个13岁的孩子偶然听到了这个猜想 他立刻就被这个问题深深地吸引住了 他整天茶不思 饭不想 希望自己能够解开这个谜团 20多年后 当年爱思考的少年 已经成长为全球著名的火箭专家 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去解开费米悖论 既然外星文明没有来地球找我们 那我们就去银河系里寻找它们 这就是人类航天史上 最具野心 也最具想象力的计划 戴达罗斯计划 有关这个奇妙的故事 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时间来到1916年 58岁的美国天文学家巴纳德 再次操作起世界上最大的折射望远镜 口径为一米 他从小就喜欢观测星空 在他20多岁的时候 他就用一台非常简陋的 13厘米口径的折射望远镜 发现了8颗彗星 当时有一位热爱天文学的商人 自套腰包 给每个新彗星发现者200美元的奖金 巴纳德就是靠着这1600美元 才买了房 但是他还是很穷 他上大学的前也是天文爱好者们集资凑的 所以直到30岁的时候 他才大学毕业 1916年的巴纳德老直将至 深感自己这一生平淡无奇 没有做出任何的成就 但是他还是决定继续熬夜 去观测星空 因为这是他唯一爱好的事情 就在那个寂静的晚上 巴纳德的望远镜里出现了一颗奇怪的星 这颗星位于蛇夫座β星的附近 蛇夫座66星的西北侧 巴纳德惊讶地发现 这是一颗拼命奔跑的微小的恒星 一秒钟可以前进90公里 它是目前人类观测到的自行运动速度最快的恒星 经过进一步计算 巴纳德确定 这颗星距离太阳系只有6光年 除了半人马座α3核星以外 这是离地球第二近的恒星系 这是一颗亮度低到肉眼看不见 质量只有太阳质量的14% 半径只有两倍木星大小的小型恒星 在光谱观测中 居然表现出了蓝仪的现象 这说明这颗星正在疯狂地奔向地球 大约在7000多年以后 这颗星将与地球达到最近的距离 只有3.75光年远 在这之后 它又将远离地球 巴纳德将它的发现公布于众 立刻引发了轰动 为了纪念巴纳德的发现 天文界将这颗星命名为巴纳德星 1917年 巴纳德也因为它的发现 而获得了布鲁斯奖 这是天文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 用来表彰它一生发现的11颗彗星 以及这颗极其重要的小恒星 时间来到1960年代早期 荷兰天文学家彼得·范德坎普 宣布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他认为巴纳德星拥有自己的行星 这是科学家第一次宣称 观测到了太阳系外的行星 天文爱好者立刻激动不已 这表明人类在探索巴纳德星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行星的落脚点 下面这张图就表明了巴纳德星与太阳的位置关系 因为这张图是二维的 所以看上去似乎有的恒星比巴纳德星还近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巴纳德才是第二进的恒星 时间来到1962年 美苏冷战如火如荼 双方都在对方国土附近布置了弹道导弹 核战争一触即发 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时刻 美苏两国领导人恢复了理智 双方同意撤回了部署的导弹 世界终于免于一场核大战 古巴导弹危机惊醒了很多爱好和平的人 大多数苏联人一辈子也没有见过一个美国人 大多数美国人也没有见过一个苏联人 人们想不通有多大的仇多大的怨非要赌上全人类的命运 把地球推到核大战的边缘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场危机说明战争和小老百姓一点关系也没有 只是当权者的游戏 人类的命运只掌握在少数有能力使用核武器的人的手中 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 冲出地球向外太空探索成为了很多人的梦想 时间来到1970年 节目开头的少年终于出场了 他叫艾伦邦德 邦德是英国老英漫画的忠实粉丝 内部漫画讲述了一位叫做丹的宇航员的故事 年少的邦德自己动手做火箭模型 幻想着有一天可以跑到银河系去探险 邦德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制造火箭 大学毕业后他加入了劳斯莱斯公司 很多人以为劳斯莱斯只做汽车 实际上劳斯莱斯做航空发动机也是世界顶尖的 直到今天 劳斯莱斯仍是世界第三大航空发动机厂商 很快 邦德就成长为劳斯莱斯公司首席工程师 时间来到1973年 一个神秘的民间组织找到了邦德 这个组织叫做英国星际学会 英国星际学会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 运行的经费全部来自会员的捐赠 学会希望邦德设计一个星际探索计划 探索其他的恒星系 让人类可以早日向外太空移民 因为巴纳德星是当时人类已知的唯一有行星的恒星 所以目标就定在巴纳德星 英国星际学会将这个计划命名为戴达罗斯 戴达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传说中他将羽毛和蜡融合在一起 制作了一个人工的翅膀 人们可以带着这个翅膀飞上天 戴达罗斯寓意着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早日成为星际旅行者 时间来到了1978年 经过五年的努力 邦德与13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一起 打造出一个雄心勃勃的戴达罗斯计划 戴达罗斯火箭将在地球轨道上建设 火箭的初始起飞质量为54000吨 包括了5万吨的核燃料以及500吨有效科学载荷 戴达罗斯火箭是一个两极火箭 高度达到了190米 当时最大的火箭土星5号在戴达罗斯面前就像是一个小不点 火箭燃料是由刀和亥三组成 每秒钟飞船将会引爆250个小型的氢弹 通过电磁喷嘴将产生的等离子体喷射出去 火箭第一极发动机将会持续工作2.05年 将飞船加速到光速的7.1% 然后和火箭的第二极分离 第二极火箭发动机将会持续工作1.76年 最终将飞船的速度提升到光速的12% 最后关闭发动机 飞船进入到长达46年的巡航滑行阶段 因为飞船不带有减速装置 所以飞船会永远的飞行下去 当飞船经过巴纳德星的时候 会释放出18个自动探测器 飞船携带两个直径5米的光学望远镜 以及两个直径20米的射电望远镜 这些望远镜会在飞行25年后自动开启 持续对巴纳德星进行观测 为了保护有效载荷 飞船会在前方200公里发射人工粒子云 这些粒子云能够提前阻挡较大的星际物质 以免它们撞击飞船 一旦飞船出发 将在一代人的时间 50年内到达巴纳德星进行探索 并在6年后传回第一手书局 到了1980年 戴达罗斯计划再次升级 科学家希望将飞船设计为可自动复制的探测器 到达一个恒星系后就自动复制出多个自己 然后继续探索其他的恒星 邦德想 按照费米的计算 不出一百万年 人类的探测器将遍及银河系的每一个角落 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银河系里到底有没有外星文明了 这就是邦德说的 既然外星文明没有来寻找我们 那么我们就主动的去寻找它们 戴达罗斯计划即便在今天看来 也是一个非常疯狂的计划 里面充满了大量现今人类还无法达到的技术 但是英国星际学会却高度赞扬了邦德的工作 他们认为邦德超前的思考 会为以后星际探索提供宝贵的经验 他们说这是自学会成立以来最有意义的工作之一 结束戴达罗斯计划之后 邦德组建了反应引擎公司 他在高超音速客机 协同空气呼吸火箭发动机 和其他先进飞行器开发等方面 都做出了重大的成果 截止到2010年邦德退休前 他都是英国甚至全欧洲最出色的火箭专家之一 戴达罗斯计划就像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场梦 它反映了人们对冷战的恐惧和对探索未知的渴望 与其说他想科学研究 不如说更像是人类对宇宙探索的宣言书 他告诉我们 虽然人们的生活普遍不如意 但总会有人仰望星空 其实戴达罗斯计划并没有结束 50年后 瑞士苏黎市联邦理工学院的大学生们 再次接棒了戴达罗斯计划 2021年6月29日学生们为自行设计的皮卡德火箭进行测试 在热点火后产生了5000牛的平稳推力 他们声称在燃料和功效上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从1916年巴纳德发现了巴纳德星 到1972年 邦德主持研究戴达罗斯计划 到2021年 苏黎市联邦理工学院的学生 继续为奔向巴纳德星而努力 100多年过去了 有关巴纳德星的探索故事 其实才刚刚开始 我们为什么要去探索宇宙 因为探索宇宙会让我们意识到 人类应该是一个整体 我们都是由原子构成 最终也会与化为原子 伴随着真空的障落在宇宙中浮沉 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无论是你爱的人 还是你仇恨的人 所有的人都会与原子的形式 再次重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聊 我们下期节目